县长许舒华到草屯博爱路北头段 了解946地号农路及水泉状况 并听取工程简报 农路水泉高度超过一米 由于没有护栏 民众衰落水沟的事件时有耳闻 基于安全考量 民众希望县府赶快发报改善 先府调查 新庄农地重化区 紧淋水泉的农路 部分的路段无安全护栏外 农路的路面破损影响安全 许舒华县长实地了解 立即决定重新铺设路面 对于水泉、卫装设、防护栅栏的方面 也同意进行改善 我们这边地方希望我们县政府 可以透过栏杆的部分来把它加强 要这样进化、进化对于安全性 那么前后我们大概看起来 还有一段没有把它维护好 所以我们会把这一段 完整的加强这个护栏 那同时我们在路面的部分 有一些已经是修补过的 那这次我们也都一并来把它做个处理 所以总经费大概是在280几万 那么我们也会请公所这边 尽快把我们执行 县院唐晓芬表示 出入这条农路的人车相当频繁 也是农民更做运输要道 感谢县长编列经费协助改善 以维护当地民众出入交通及运输安全 那旁边都一直没有护栏 很多的民众在这边行走的时候 尤其又是在晚上的时候 经常因为光线的不足 有时候会甚至会跌落到我们的追准来对 那所以这次也很感谢我们许清华县长 来做一个会刊 那也即将花费了快290万的一个金贝 除了把我们这边的护栏把它做起来之外 那因为旁边紧邻的这些农路 也都三四十年都年久失修 甚至有很多的坑坑洞洞 那对这些农民还有这些民众的出入 其实来讲是非常的危险 那也很感谢我们许淑华县长 这次一并的来把我们的这个农路 做一个修缮 县长许淑华表示 此时灰干的农路 确实有失做的必要性及公益性 民众的小事就是县府的大事 在县府财政许可下 一定全力发展各项正式的基础建设 让民众有安全完善的生活环境 记者洪卫伦草屯正采访报道